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一先攻 平民忍者阵容的战术研究室 那么在被我们中烟驻尖虐了千百遍之后呢 我又找到了稍微能够跟驻尖兄弟打的一个阵容 注意哦 这是稍微 稍多少围呢 稍25% 那这个是我对战统计的一个记录 胜率的记录 那具体是怎么样呢 首先以小孩跟泳装的小屋子作为主体 配合鲨鱼 来了 应该怎么打呢 我们第一个 蒂木勒首先 接他一发奥义 事实上是两发 然后呢 要小孩变身之后 用泳装小屋子下个蛋 下个蛋之后呢 再用这个小孩连击 我们这个不用连击 他都阵防了 用这么一套打法去打我们这个驻尖 他的原理呢 是通过 小胡子的一个下蛋的攻击 破了驻尖的第一次 第一次受到攻击 让他触发兴奋被动 降低他的防御 然后再用小孩一套连击把他带走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鲨鱼在这里的作用呢 一个是吸收驻尖的查克拉 还有吸收对方向现在就要天道的查克拉 第一个呢 要关门 第二个是关门 关门之后呢 我们就不怕天道阵容了 就可以通过 小胡子去收拾天道的相关的一个阵容 这个有点像我们上个视频推荐的伊勒阵容 所以呢 我们这一套呢 主要是 以这个打法去克制天道和驻尖 又是驻尖兄弟 还是一样 先开小孩的这个奥义 对方肯定会打我们的 看小孩的奥义之后呢 好了 用小胡子下个蛋给他 下个蛋 好嘞 半血 啊 我们有半血 三分之二血之后再用小孩 来他一套连击 基本上 基本上是能够带走的 哎呀 角度阵亡了 哎呀 如果这个阵亡的是凯 大概多好啊 这样子他就会复活 哎呀 可惜 其实还有点运运气问题 运气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呢 用这个方法是可以用低线弓去打一些这个竹坚之用的 还是一样 小孩奥义 啊 啊 不 小胡子下个蛋给他 下个蛋 然后小孩子奥义 那么有有有有有 呃 兄弟会说那假如对方奥义你的小胡子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火阻来代替小胡子的奥义去打对方的竹坚然后再用小孩一套连击 當然這個是慷慨率 萬一有暴擊的之數少 可能會帶不走 那我們就GG了 好的 明天知道天道 天道呢 開了小物質的奧義之後呢 就 就 欸 小孩變身了之後就可以奧義 然後 鯊魚一定要去封 去封這個結界 這樣子才可以打天道 因為天道變身之後呢 會有一套的連擊 他在結界內呢 就不會 要注意這個細節 好了 天道變身 變身之後不會 不會觸發一套的連擊 那我們就小孩子 不是 用小鬍子去打他 當然 必須要靠小鬍子的普攻把天道收拾 否則到結尾之後 我們小鯊魚咬到天道會閃避 閃避之後就觸發他那一套連擊了 那我們就GG了 啊 所以還是要有點運氣 好的 那我們小鬍子來下個蛋 哎呦 暴擊一口小孩 對面的小孩就 哇 這個傷害有點恐怖 欸 對方 又被我吸走查卡拉了 我現在發現我打這個經濟場 對方的天道 啊 10次有8次是不太注意我這個鯊魚的 他每次開場的查卡拉都會被我吸走 他就沒法奧義 其實也是一個偷機吧 一套下來 再封 封奧義 好的 對方換成了雷主 其實現在 現在逐漸帶的挺多都是復活陣容 主要是什麼呢 那個連擊 那個左鳴的連擊太恐怖了 明左的連擊 所以呢 當個復活是挺好的 好 看一下這次我們的運氣好不好 好的 然後 把角度給帶走 OK呀 好了 就這麼平AE吧 再來一下 欸 閃避了 What the 哎呀 失誤失誤 所以才有點運氣問題 那還是這位兄弟 還是一樣的 先下個蛋給他 下個蛋之後 打我們的小孩 那我們的小孩就 變身 給他一套 給他一套之後呢 把他帶走 然後再封 一定要封結界 否則 打不過天道 大家記住一定要封 好的 這次總沒有連擊那個閃避了吧 哦 兄弟 對了嘛 觸發了 好的 對咯 Yes 小孩陣容 我們這裡打小孩陣容呢 你開了這個小孩阿玉之後呢 就用鯊魚直接封就可以了 你這個打法其實勝率還比較高 但不是百分之百勝 但是呢 可以很很大程度的去加上我們這個 比我們性格高的小孩陣容 那麼火主 至於火主的這個奧義呢 其實你帶這個風學也是 那個定身也是可以的 定身也是可以的 可以針對那個天道陣容 在地回合沒有把小孩打變身的時候呢 火主首先要定身他的水主 先定他水主 然後再去進行我們下一波的這個操作 不過這無所謂這個其實也是看看這個運氣 好的天道加這個法醫 那我們先把法醫給幹掉 打的這個這個還是一樣 先下個蛋給他 然後小孩一套聯機 第三步再封 再封這個鯊魚的奧義 不要想著火主的奧義要放出必定的 因為火主的奧義只是 但是 補刀和觸發被動 其實他的 可有可無 關鍵還是我剛才說的那三個步驟 看這套聯機的這個傷害挺大的 變身 小孩陣容 開了小孩奧義之後呢 就封鯊魚的這個結界 千萬不要點這個小鬍子的奧義喔 你點了小鬍子的奧義 他對方變身之後給你一套 你就GG了 因為你先攻不夠他高 所以記住一定不要開小鬍子的奧義打 打這個 打這個 小孩陣容 除非你把他 查克拉給吸走了 其實打這競技場呢 月初還是挺難打的 好的 本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